希望两人不要再玩捉迷藏了 记者综合报道 那么他们在现场也说了 任务解除了可以安心的走了 那么当然这一幕让大家听了都觉得非常的鼻酸 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 有些人逃不过这场劫难 却也有很多人很幸运的逃过了几年 当时气暴时 导演朱黎昆跟艺人林美秀都在高雄 当天宽姐还本来想去逛三多夜市 后来林美秀说去吃海产吧 所以两个人才没到现场 今天他们谈到了当天能够顺利躲过 觉得真的是有惊无险 而民族阿丁斯谈到了这起事件 也不认为这是灾难 他说这绝对不是天灾 这就是业者的问题 我都把他当成什么大灾难 这个讲究不好听人谋不张 几十年的专业下来 专业人员没有好好地去面对 后面的维护修缮 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谈到高雄气暴意外 阿基斯说他不认为这是个灾难 因为这完全就是业者的问题 对于捐多少钱 要不要公布他这样说 捐钱捐多捐少 那个就由企业主人 他们自己去做这么一个动作 那其实为善 不为人知 事为真善 阿基斯只说做善事 要是他选择还是低调点好 但是看到一号气暴当天 导演邱黎宽跟艺人林美秀 两人当时可都在高雄 往事不要再提 方姐用这样的搞笑带过 因为当下情形 她不敢去想 她说有想法要去三多夜市 我说夜市不方便吧 而且那么多人 后来她就说 去高雄不就是要逛夜市吗 我想那还有另外一个夜市 六合夜市 为什么不三多 我就说不要吧 那我们去吃海产好了 所以我才带她去吃海产 结果呢 海产一坐下也没多久 就听到砰一声很大声的 有机无限躲过一劫 回想起来 可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心 记者陈瑞翔群林 台北采访到 躲过劫难 当然要对自己的生命 更加的珍惜